綠色的新型柚是新北市巴里區柚農的獨特商品 將農產品塑造成文創商品 大幅提升文旦柚的附加價值 實際上柚子不只可以傳愛表心意 巴里區農會更是利用柚子開發出一系列的產品 飲食的有柚子醋 柚子茶 清潔用的有洗手洗頭都好用 充分發揮柚子從裡到外的功效 我們一般食用 只有食用文旦柚的60%左右 大概有40%是丟棄的 是當成垃圾丟掉 那這些丟棄的東西 其實在這幾年我們的研發上面 已經慢慢把它又可以拉回25%左右來 作為它的附加價值利用 那這個附加價值有分幾個 大概把它分成三個區塊 一個是加工實用 還有一個清潔劑加工 那另外一個就是餐飲搭配使用 也就是說柚子不只是農產品 二代來講的話他們知識水準就很高 而且對產品的市場反應也很敏感 所以他們在那個附加價值 在柚皮又花的利用上就會去思考 農民看天吃飯營收往往很難預料 現在巴黎區農會進行系列開發 仔細利用柚子的果皮和果肉製作出系列產品販售 一來可以提高農民的收益 更可以打造新北市柚子的品牌商機 消費者也能夠買到好產品 創造三營 數位天空新聞板橋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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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